容祖儿与刘浩龙五年情告中,阿娇和阿萨聚不回答,前任却回答很忙。 13日,由港媒爆料拍拖五年的容祖儿与刘浩龙已经分手。 像一个漫长的预言,终于有了结局,容祖儿刘浩龙分手了,许多网民也许会在前面加上终于两个字。 有网问容祖儿不是单身吗?容是谁?了解这段感情的又会问,到底去年他们决定结婚之后,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,令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。 其实从容祖2012年曝光恋情开始,这段女强男弱的爱情,一直就不被看好。 这段恋情,还是容祖儿主动公布出来。 她在2012年的时候在微博发了一封手写信,宣布自己和刘浩龙在交往中。 几年前,容祖儿在金星秀上坦言,妈妈对我的伴侣或是另一半可能都不喜欢,觉得自己的女儿可以找到更好的。 今年37岁的祖儿,又重回单身行列,为之何时才可以批嫁衣。 一直与祖儿分熟好姊妹的阿萨、阿娇,对好友分手仪式封嘴必谈。 至于当事人刘浩龙,亦以各有各忙为理由,必谈与祖儿分手仪式。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?热门推荐。 曾经的两个环珠哥哥,一个身家60亿,另一个暴出鬼家暴离婚所轮椅。 打开APP小七看漫画76条评论。 撒贝宁点破张子怡故只嫁给三婚汪峰原因,网友直言很心酸。 王宝强离婚案终于宣判了。 网友道,判得好。 打开APP老毛的娱乐世界八条评论。 易阳千玺公开女友标准,网友表示,只有她能配得上。 打开APP枕边的故事102条评论。 自公布恋情,就一直被催分手,关晓彤终于忍不住直接做出了回应。 申请awi. 申请